一方面的消息要来关心到 未来一个礼拜 民众出门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受到了接压带的影响 出台天气都不太稳定 今天开始到下周一 中部地区 花东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 都会有短暂震雨或是雷雨的发生 而在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则是多云 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虽然说从下周二开始 这个水汽是略减 但是各地还是有降雨的几率 至于台湾周边两个台风 虽然说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我目前在屏东已经掀起了 三米高的浪高 大浪不断拍打上岸 浪花越卷越高 最后直接灌进东流线马头内 受到双台影响 小琉球渔港掀起三米高长浪 第三号青台芙蓉 持续朝广东方向前进 第四号台风爱立 则朝琉球群岛方向移动 虽然双台都不会直接影响台湾 但外围环流 不仅让台湾中南部跟东半部 带来长浪几率 更让全台天气不稳 静明两天的话 因为就是台湾就还在这个 大的地下带环境的一个部分 所以整个降雨的热区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以这个南部地区 跟各地的午后的餐区为主 那再来就是说 下礼拜一之后的话 整个风场上来讲 就会转而是 吹天风到西南风的环境 所以整个降雨的热区上 就会转而是 以这个中南部地区 以及午后的餐区为主 气象局预估受到低压带影响 2号到4号 南部和恒春半岛 整天不定时 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中部花东地区 天气也不稳 北部和东北部则是多云 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下周二开始 水气虽然略减 但全台都还是有短暂震雨 或雷雨发生的几率 要到下周末 才恢复典型的夏季气候 没下雨时 天气就会比较闷热 因此未来一周民众出门 别忘了雨具不离声 记者纵报道